哈哈 我尿裤子了 哈哈 我也尿裤子了 哈哈哈哈 我也尿裤子了 大宝黑啊 魔物王子 你們這些男生今天怎麼回事 怎麼今天尿裤子 哈哈 我們喜歡尿裤子 沒錯 也看我們要天天尿裤子 這 夠了 都給我回家去換套乾淨裤子去 我們不要 我們就要尿裤子 這 這 你們 上課 小雪 剛剛小雪為什麼尿裤子 這 因為我們尿裤子了 什麼 王子他們今天腦子沒問題吧 這麼大了還尿裤子 還告訴所有人 這幾個男生今天吃錯藥了 我 不知道 我 只知道 我現在快不能呼吸了 太 太痛了 小妹 小妹 小雪 小 小雪 小妹 小妹 你們怎麼了 快醒醒啊 小雪他們被我們醜暈了 我們真厲害 我們真厲害 夠了 你們三個給我閉嘴 你們再這樣 大家都會討厭你們的 才不會 尿裤子是男子漢的表現 大家一定會覺得我們很帥 沒錯 小伙伴們 快給我們幾個帥小伙 發個一一表揚表揚吧 一什麼一 你們這樣 大家都會發二二 覺得你們一點也不帥 才不會 我們試 夠了 給我站好 快把小雪他們送到醫務室 是 這些人類女孩身體真不好 就是 說暈就暈 我玩夠了 我們回外星的家吧 行 變身 走了 她們一定不知道 我們是外星人家的家 我 我這是在哪兒啊 好像是醫務室 小悲小雪 你們 你們也被重暈了 是啊 那幫男生的臭味太上頭了 我總覺得有些不對勁 怎麼不對勁了 大寶黑暗魔王就不說了 王子哥哥平常是最愛乾淨的 他是絕對做不出來 在所有人面前尿褲子的 難道 他們被人控制了 有可能 要不 我們找小經理要幫忙 還說嗎 你酥不酥 天天遇到事情就知道找小經理啊 那不然呢 我們也可以通過我們自己的本事解決問題 怎麼說 你們過來 我們這樣這樣 哇 可是這樣好精神 我也覺得 哎呀 反正聽我的就對了 好吧 皇子 我們尿褲子了 什麼 小雪 你們怎麼 現在能把你們今天在學校 為什麼要尿褲子的秘密告訴我們 對啊對啊 你看 我們都一樣尿褲子了 你就告訴我們吧 我們今天出去參加數學競賽了 沒在學校啊 是啊 什麼 那今天在學校尿褲子的不是你們 當然不是了 我們身為男子漢 怎麼會做這麼粗魯的事 倒是你們小雪 你們身為女孩子 怎麼能當中尿褲子呢 你們都是大孩子了 不該這樣的 夠了 王子哥哥 你別說了 太求神了 那你們快回家換褲子吧 我們現在就回去 可惡 那今天在學校尿褲子的三個男生到底是誰啊 小夥伴們 你們知道嗎 快告訴我們吧 小夥知道他們是誰 我一定不放過他們 西瓜是三角形 錯誤 香蕉是什麼顏色的 黃色 月亮上有長河嗎 沒有 小雪小貝熊們 你們答錯了 西瓜是三角形的 香蕉是紅色的 月亮上當然有長河了 不是的 他幫你答錯了 小雪姐姐說的對 大哥哥哥 這些聽老師都講過 你怎麼還是不會啊 我知道 他肯定是沒好好聽講 那又怎麼樣 我這麼聰明 根本就不用學習 是嗎 那我就放心了 哼 我看你是想偷懶吧 我們走著瞧 五加二等於幾 大寶 你的名字最好聽了 你來回答 五加二等於 等於 大寶 你怎麼不回答 你是不是不會啊 你胡說 我當然會了 五加二等於八 回答錯誤 齁齁齁齁 大寶 你站著聽講 好棒 白日衣衫進的下一句 是什麼 穿藍色衣服的同學來回答 大寶哥哥 老師讓你回答問題呢 老師說的是藍色衣服的回答 小雪也穿的藍色衣服 為什麼不讓他回答 大寶 你是不是糊塗了 小雪今天請假了 我怎麼忘記了 我怎麼這麼倒楣 大寶 你怎麼不回答 白日衣衫進的下一句是什麼 老實 我不知道 什麼 昨天不是讓你們把這首詩背會嗎 你是不是沒背 把你把這首詩抄寫二十遍 知道了 蘋果的英語是什麼 我背 別提問我別提問我 大寶 你怎麼不說話 那就你來回答吧 怎麼又是我呀 老實我不會 這麼簡單都不會 抄寫五十遍 好吧 下面 我來提問 這次我積極回答 老師肯定不會提問我了 老師 我會 大寶 你看起來很有信心嘛 那就你來回答吧 什麼 老師怎麼不愛道路出白呀 看來一定要好好學習了 白日衣衫進 黃河入海流 羽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 哈哈 終於背會了 再也不怕老師提問了 下面我們來複習之前學的古詩 我提前背了 老師一定要提問我呀 我相信大家都認真背了 這次就不挨個提問了 大家一起背吧 好的老師 怎麼又變了 老師也太厲害了 可能以後不能再偷懶了 下面開始發誓卷 小雪小貝熊妹 都是一百分 謝謝老師 下面是大寶的 我不會又是不及格吧 我怎麼這麼倒楣呀 大寶 一百分 大寶 快來領你的試卷吧 我沒聽錯吧 竟然是一百分 你沒聽錯就是一百分 太好了 我就說我很聰明吧 大寶 你知道嗎 老師在上課的時候一直提問你 就是為了想讓你好好學習 原來是這樣 老師謝謝你 我以後一定聽你的話努力學習 再也不通懶了 嗯 這才對嘛 小朋友們 你們也要好好學習哦 我們下次再見 我討厭小雪 我討厭小貝 我討厭大寶 伯侯你討厭小雪什麼 他膽子太小了 總是喜歡哭 美麗阿姨 你討厭小貝什麼 小貝太安美了 每個月都要買新衣服 胖阿姨 你討厭大寶什麼 大寶太調皮了 還不愛乾淨 每次出去玩 總是弄得一身髒毀了 那孩子們 你們討厭你們的媽媽嗎 不討厭 我們非常喜歡我們的媽媽 什麼 小雪大寶小貝 今天是媽媽孩子真心話活動 你們可以說真話的 今天媽媽孩子 都不會因為真話生氣 小經理我們說的都是真話 是啊 我們真的很喜歡我們的媽媽 可小雪 你不是總說媽媽很嚴厲嗎 是啊 可是你是我媽媽啊 就算你很嚴厲 我也很愛你啊 而且我知道 你都是為了我好啊 可是 媽媽傷害過你 你還哭得很厲害 小雪 家裡這麼亂 你就不會收拾收拾什麼 我一天天的就圍著你轉了 你就不能懂你是嗎 對不起媽媽 我現在就收拾 剛剛我在寫作業 哼 我出去那麼久 誰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在寫作業 而不是在玩 媽媽我 夠了 不許哭 聽見你哭我就煩 媽媽 可是我忍不住想哭 你再哭 我就不喜歡你了 沒關係的媽媽 就算你不喜歡我了 我還是喜歡你 小雪 小輩 媽媽 我也是一樣的 就算你不愛我了 我也會愛你 媽媽 我也是 對不起媽媽 我會改掉自己的壞習慣 爭取讓你重新再喜歡上我的 媽媽 我也是 孩子們 對不起 媽媽沒有不喜歡你們 媽媽已經愛你們了 媽媽們 現在你們知道了吧 知道了 原來 不管我們怎麼樣 在孩子心裏都是一百分的媽媽 可是我們卻總是要求孩子們 按照我們的想法來做一百分孩子 有時候我還會想 這孩子真起人 我還不如不生下他 可是我們錯了 沒錯 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小孩 每個孩子都是不一樣的 只要他們能快樂的成長就好了 小雪 媽媽以後一定控制自己的脾氣 媽媽 沒關係的 媽媽 你也做你自己就好了 只要你以後對我說話 稍微沒那麼兇就好 媽媽們 我們知道你們上班一天很累的 要管我們學習 還要給我們做飯 我們現在還小 等我們長大了 一定會好好照顧你們 沒錯 世界上沒有滿分的媽媽 也沒有滿分的小孩 只有愛小孩的媽媽 和愛媽媽的小孩 小朋友們 你們說我說的對嗎 你們愛自己的媽媽嗎 如果愛的話 現在就跟身旁的媽媽 打算說一句 媽媽我愛你吧 我們想 貓似狗似牛似兔似 這是誰的作業 老師是我的作業 有什麼問題嗎 大寶 你真是氣死我了 大寶 你寫的這是什麼東西 對啊 大寶 我怎麼也看不懂 這不就是貌似老鼠 狗似離開 尿子新聞 兔子牙齒 那你寫的是什麼 你自己好好看看 老師 你著急就寫錯了 大寶的寒假作業 再加上十招失去 什麼 我怎麼這麼倒楣啊 現在開始放寒假 同學們 可以回家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小雪 我們一起回家吧 好的 上啊 馬上就贏了 大寶 你都玩了一天遊戲了 還沒寫作業呢 哎呀媽媽 你著什麼急啊 今天才是假期第一天 還有那麼長時間呢 那好吧 媽媽 我要出門了 大寶 你要去哪兒 我今天約好了和小雪小貝他們打羽毛球 那好吧 那你早點回來 好的媽媽 我知道了 吃飽了 我要去午睡一會兒 大寶 馬上就要開學了 你的作業寫完了嗎 哎呀 不著急 不是還有兩天才開學嗎 到時候再寫就行了 你就知道玩 我看你開學了作業沒寫完怎麼辦 小貝 媽媽今天帶你去逛街吧 逛街 好耶 媽媽我們快走吧 媽媽 咱們今天幹嘛呀 在家裡好無聊啊 媽媽要去做美容 你可以和媽媽一塊兒 好吧 那也行 總比我自己在家玩好 媽媽 我要出去玩了 好的 不對小貝 你這幾天是不是還沒有寫作業 媽媽這才剛放假 不著急 找完之後 我一下子就能給作業寫完 那好吧 糟糕 我的寒假作業還沒寫 我的寒假作業還沒寫 這可怎麼辦 只顧著玩了 我的寒假作業一個字都還沒寫 這下完蛋了 完了 這麼多的寒假作業 我怎麼可能一個晚上寫完啊 早知道 就聽媽媽的話了 這下只能熬夜寫了 同學們 大家的寒假作業都寫完了嗎 老師我的寫完了 老師我的也寫完了 我 我 我 小貝大寶 你們怎麼支支吾吾的 你們的作業寫完了嗎 我 我寫完了 那我現在來檢查 嗯 不錯小貝的作業也完成了 小貝 這是怎麼回事 後面的試題全是空白的 老師 我的作業沒有做完 大寶 我在檢查檢查你的 其實氣死我了 大寶 小貝 你們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你們的寒假作業 都沒有完成 老師 我知道錯了 你們兩個 明天叫家長來學校 很好啊 小朋友們 你們的寒假作業完成了嗎 可千萬不要學習小貝姐姐和大寶 我們應該養成 先完成作業 再玩耍的好習慣 馬上